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三一上帝 而这次这一讲莫特曼就会更进一步引领我们 尝试注目在耶稣基督作为三一上帝的第二位 这位道成肉身的圣子是如何在历史当中将三一上帝向人启示出来 我们其中好一大部分的讨论自然会透过福音书中所记载的耶稣 我们要在他的身上里面来看看上帝是如何透过耶稣 进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来向我们启示呢 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个三一上帝 莫特曼的论点是根据基督教的信仰 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而上帝本身也定义要透过耶稣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 所以我们要认识上帝其中一个我们最能够找紧的 由上帝所提供的脑径应该就是耶稣自己 正如哥罗西书所说 圣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耶稣基督自己也都在约翰福音里面说过 你们见到我就是见到上帝 俄特曼认为根据圣经所启示的耶稣故事 其实我们已经足以让我们去看到 耶稣向我们所启示的上帝 正正就是一位三一的上帝 由耶稣的启示里面我们会见到 所谓三一上帝的意思就是指到这个世界原来有一位上帝 他有三个的位格 而这三个的位格之间 享有同等的荣耀和能力 但他们并不是三位上帝 而是一位上帝有三个不同 但是有合一的位格 我们先由耶稣在约翰河边受洗的故事开始讲起 根据圣经 圣子耶稣受洗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 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 当圣子耶稣受洗的时候 首先就是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 然后就有一个从天上发出的声音就说 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很多诗经书都会告诉我们 耶稣受洗的故事正正就是一个 彰显了三一上帝的故事 圣子受洗,圣灵降临,然后圣父肯定圣子的身份 大家不要将这句你是我的爱子 看为一句很普通的说话 其实从很某程度去说 在我们基督教的神学里面 我们关于三一上帝的论述 基本上我们大体上都可以说 建基在这一节的经文之上 可能我们很少会去想一个这样的问题 其实所谓的父子到底是一个什么的概念呢? 如果我们用人的关系来做比较 什么的人可以去做父亲呢? 就是他首先要有子女 你要有子女,你就才可以成为父亲 所以我们要明白 父子其实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 一个人是无端端一个人一支公 即是他是不可以叫自己做父的 他首先最小最低限度 他需要有一个由他所生出来的子 他才可以成为一个父 另一方面 有时可能我们都会忽略了 其实所谓的父子 也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称呼 什么的人可以叫另一个人做子? 就是他的父母 就算我们每个人都有父母 但是不是每一个都拥有父母身份的人 都可以叫任何一个人做子 对不对? 我要称呼你是我的子 一个唯一的可能就是 我真的是你老爸 而如果我们又再反过来说 我们要叫一个人做父 其实也不是一个我们随便兴忽 当是花名 随便说出来的一个普通的称呼 什么的人可以叫另一个人做父母 或者做父 就是他的儿女 上帝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父母 以至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我们基本上都已经具备了 必然具备了一个作为儿女的身份 但是这个儿女的身份 就不会让我们可以叫这个世界上 任何一个都有父母身份的人叫做父 我要称呼你是我的父母 一个唯一的可能就是 我真的是你生出来的子女 所以简单来说 我们会发现 其实圣经是用了父子这个关系 来启示出耶稣和圣父的关系 就是说到圣父和圣子之间的关系 本身已经存在着一个很亲密 也是很特殊很特别的关系在里面 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 圣经向我们启示出就是 这个耶稣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不是单单只是木匠、约瑟和玛利亚的二子 他也不是单单只是犹大和雅各的哥哥 人人都去受洗 但是耶稣受洗的时候 就不单止有圣灵的降临 并且有一个从天上来的声音 就要去宣告去确认 这个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他也都称上帝为父 在这个关系的启示句里面 我们会看到 上帝原来已经不仅仅一个位格 上帝最少已经向我们启示了他的两个位格 就是圣父和圣子 圣父和圣子是上帝的头两个位格 他们两个是同等的上帝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彼此相爱的 而圣子也都一直来表明 他是受到圣父的差遣而来到世界当中 而在这个由圣父对圣子所做的差遣里面 莫特曼就更进一步引领我们去发现圣灵的位格 正如我们的基础信仰101都会这样告诉我们 圣父猜显圣子的任务 就是要引领堕落而离开上帝的人类 重新认识上帝 我们简单说这件事我们会叫做救赎 圣父猜派圣子 圣子就向人去启示圣父 然后人因为认识圣子而知道和认识圣父 这个重新回到圣父那里的关系 回到上帝那里的关系 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圣经其实一直在提醒我们 在圣子的整个救赎工作里面 我们是绝对不能够忽略圣灵的位置 圣子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来到世界去彰显上帝的救赎 但其实不是每一个亲眼肉眼看到耶稣的人 都能够认识耶稣的真正身份 在某些人的眼中 耶稣仍然是加利利木匠的儿子 是玛利亚的大仔 是雅各和犹大的大雅各 但其实是什么的人 他能够才真正认识到耶稣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呢? 圣经告诉我们 唯有那些被圣灵感动的人 他们才会有一个信心的眼睛 来认识耶稣就是基督 就是永生神的儿子 保罗在圣经里提醒我们 人若不是被圣灵感动 是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圣经告诉我们 人唯有透过圣灵 才可以真正认识圣子和圣父 人唯有靠着圣灵 才得以认识耶稣基督 人也同样只能够靠着圣灵 而得以透过耶稣基督去认识圣父 莫特曼提到这个说话的时候 他提到保罗在罗马书八章 其中一段的经文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所受的不是劳伯的心 仍旧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 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便是后智 就是神的后智 和基督同作后智 保罗在圣经里已经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得以认识基督 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女 是来自圣灵给我们的感动 是圣灵去开我们熟灵的眼睛 给我们去认识耶稣就是基督 也是圣灵的感动 让我们能够领受作天父儿女的身份 而在我们的祷告里面 我们充心地来呼叫阿爸父 所以摩特曼提醒我们 根据圣经 其实在上帝对人的整个救赎计划里面 三一上帝他们各自是彼此分工而独特的 在上帝对人的救赎计划里面 是三个伟格缺一不好 尝试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摩特曼尝试去仔细去拆解 圣经里面对救赎的整个故事的描述 来帮助我们去理解 其实三一上帝的观念 就不是一些神学家 吃饱饭没东西做 那你就要把信仰 本来很简单的东西 让我先把它弄复杂一点 把它复杂化出来 反而这个三一上帝的观念 其实已经紧购着在圣经 向我们所启示的一个 关于救赎故事的真理里面 已经带了出来 也是上帝在圣经里面 对我们所作的一个 就是他自己最诚恳的一个自我介绍 这次我们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